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混账中一款另外一种账谍叫做听语账 什么是听语账呢 就是耳朵听不到 嘴巴没办法说话 可能现场的朋友一定想说 那他会表演什么 他可是不同反响 怎么说呢 他是台湾的墨剧表演高手 现场的朋友都知道 听账跟外界沟通主要是靠手语 没有想到他透过手语 一样可以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 目前呢 他是在公共电视 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 主持一个节目叫做听听看 而且呢 他主持的节目呢 还为他敲响两座电视金钟奖 所以呢 他也是闪闪发光的金钟主持人 接下来呢 他就为大家带来的墨剧表演 那我想呢 待会他出来的时候 就会再大的掌声 还有欢呼声 他都感受不到 所以呢 在这边教大家两个简单的手语 可以跟他做一些沟通 来第一个手语呢 就是掌声的意思 好 邀请现场的朋友 把你的双手举起来 双手 对 手掌不断的晃动 对 用力一点 看能不能晃到手抽筋 没那么严重事 好 这就是手语掌声的意思 表演完之后呢 要跟他说谢谢 现场朋友 没有人会手语的谢谢 哎呦呦 这位大哥会手语的谢谢 好我们来做一遍 右手 大拇指点点头 这就是手语的谢谢 好 待会表演完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两个手语 那这位墨剧高手陈年乔 为大家表演的墨剧的句码呢 叫做偷窥狂 所以我们现在用手语的掌声 欢迎墨剧高手陈年乔 来掌声鼓励一下 手语的啊 很棒 大家 这位墨剧高手陈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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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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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